各位好 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何庭欢 新闻一开始马上来看到 南投县草屯镇在傍晚发生一起 气沉车撞机车的事故 气沉车司机下车之后 又误把油门当成了煞车 直接撞进了餐厅的骑楼里 而遭撞的机车骑士还是一名孕妇 索性只有轻伤没有大碍 详细情况马上交给记者录影一 好的 继续带您关注 日前观宏专案 越南观光团153人 脱逃152人 警方又查过一人 是在桃源龟山区振兴路的一处出租套房 出入复杂 被警方锁定 在17号晚间警方前往现场监控埋伏 竟然发现10名全越南籍非法移工 其中一位还是日前观宏专案逃脱的 当场将他们带回等候遣返 至于开车载送的越南籍女子 也依就业服务法韩颂法办 另外来看到市议员的服务处前 竟然变成了格斗场 在台北市中正区 下午经传一起打架案件 有一名男子在丁州路一段上面的工地附近 遭到7名扼煞在大马路上被痛殴一顿 人整个倒在地上 而事发地点刚好就在市议员 应小为的这个服务处前方 应小为目睹了整个纠纷过程 吓得趴在地上 直说赶快把铁卷门拉上 台揣一整点新闻 带您深入追踪 新闻真相 而今天要带您聚焦 爱美的观众朋友想要来微诊行一下 看到CP值高的促销方案 可要小心诊所可能已经违法 然后从我们今天上带您来看到 过年到了有很多人想要改头换面 或者让自己变得更美 就会选择医美修修脸 也因此很多医美诊所 趁年前推出了年结方案 大打折扣进行优惠来稀客 也有许多民众拿到了优惠券 来到医美诊所咨询 留下资料之后 透过咨询师介绍医疗产品 就直接针对价格进行促销 尤其我们看到这一张 是趁着过年期间 医美诊所所发出来的优惠券 上面标示着雷射价格是大打折扣 而且限定在2月底前有效 但是凡是推出优惠促销 团购预售等 只要是构成促销的行为 其实都已经违反了医疗法 就连主打年结期间的 医美红包专案或者是不带专案 让消费者以为捡到了便宜 甚至有些推出预售课程 鼓吹民众购买疗程等 这些医美诊所也都已经违反 因为医美其实是属于医疗行为的 按照法规是不能够有促销行为的 所以就可以开罚 我们看到5万到25万元 然而说尽管医美诊所 是随着医疗法规来管 但是随着这个微诊型越来越盛行 目前医疗也已经从医疗行为 这个变得越来越接近 消费行为 却不纳入消保法的规范 所以怕消费者求偿无门 因此我们就看到说 消保官也认为说 应该要提出修法配套 尤其我们常听到说 有一些疗程必须要预售 这些都应该要修法纳入保障 像是日前我们知道的 这个贵妇奈奈 她卷款逃离台湾 医美诊所恶性倒闭 导致预先支付的医美课程 钱都付了却要不回来 类似这样的问题只怕还会重演 那么为了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 医美规范问题也成为促销行为 背后政府应该正视的问题 继续来看我们的相关报道 继续我们在凝聚焦 非洲猪瘟疫情持续延烧 但是总会有讲不听的旅客 要一再的挑战底线 有一名寄信台湾 及旅客就搭乘厦门航空 从大陆杭州返国 海关就在他的手提行李当中 查获了两公斤的精华火腿 一公斤的东坡肉 另外还有一公斤的肌肉 违反了防检局的规定 当场被开罚20万元 让寄信旅客不服气 在机场大吵大闹 这次我们来看到的是 有一名家住在台中清水的 18岁无姓男子 日前在自己家里面的 音响工厂持电锯切割音响板时 不慎割断了右手的无名指 70多岁的老父亲 准备开车送他到医院就医 但是老父亲年纪大了 开车比较缓慢 加上中午时间车又比较多 就担心可能会错过就医时间 所以就在经过派出所的时候 这名男子立刻下车找远警求救 而警方开警车沿路加速 民敌开道 5分钟就狂飙9公里 顺利的把男子送到医院治疗 接下来看到 有这样的母亲扯民间故事 逼9岁儿子拿刀 仿效民间故事 在桃园有一个妈妈 带着9岁的男童在嫁 肌肤却时不时对9岁男童拳打脚踢 而母亲非但不阻止 还跟儿子扯民间故事 三太子割肉还亲 对儿子说敢像三太子一样就不处罚他 逼着男童仿效民间故事 遭到检方将这对离谱的父母移送法办 另外来看到在彰化 有一名四个月大的王姓女婴 上周送往脱婴中心 照顾三天之后全身发紫 送医前没了呼吸心跳 经过抢救还是宣告不治 而女婴家属就投诉说 这个脱婴中心是不愿意出示当天的监视器画面 给家属看 女婴虽然已经验尸解剖 但是验尸报告要等到农历年后才会出炉 家属对女婴的死因满是疑问 继续我们来看到这个疑似赶上班 抢快出车祸 在彰化大村向一处产业道路 有两名男子双载骑着机车赶着上班 沿路跟在一辆小轿车后方 没想到小轿车却突然左转 骑士也从左侧操车 结果两车相撞 两名骑士一人倒在马路上 一人掉到了路旁的葡萄园里 索性两人送医之后都只有轻微的擦伤 台市新闻的独家报道来看到 有骑士载着一桶油漆 经过新北市三重最热闹的路段 没想到整桶白漆是沿路撒了出来 不但害紧跟在后的其他骑士摔车 机车也都沾满了油漆 但是照顾男子却是头也不回地离开现场 现在被害骑士气得向警方提告 而律师就说这样的行为可能涉犯故意伤害 最终会被判处三年徒刑 除非肇事者能够举证说不是故意的 才有办法将刑则减轻为过失伤害罪 台北市大同区有一间知名的杨肉茹 在17号晚上遭到警方带着卫生局人员联合击查 但是店家控诉卫生局跟消防局人员安检时 竟然对店内的客人逐一盘查身份 让他们相当不满 觉得自己并非特种行业场所 为何还要受到如此待遇呢 那么警方就回应说 因为这间店经常被民众检举妨碍安宁 所以才会到场做联合击查 如果业者对击查程序有意义 都可以提出申诉 再来我们看到因为关掉酒窖的空调 就害得美酒变局客户气得提告 台日新闻的独家报道 在台北市知名的杨姓酒商 被他的VIP客户指控 辖院报复 正着半夜没人回到了酒窖里 把恒温空调给关掉 导致存放在酒窖里面 价值900多万的美酒 全部都因为温度升高发酵沉醋 但是老板出面驳斥 要破坏酒还不简单 整批偷走就好了 何必大费周章 不过也让人好奇说 这个温度真的是保存葡萄酒的关键吗 实际请教老酒收藏家 他就指出说 葡萄酒属于水果酿造的发酵酒 为了延长保存跟品味期限 室内空调建议维持在17到20度 才会让葡萄酒的最佳状态 这次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框圈投资比特币 可以获得高额报酬 是已经超过15亿 台中检调在去年6月 破获了一个 以投资比特币为幌子的集团 分别在两岸吸金 短短一年多就吸金了 34000多笔金额 超过15亿元 其中化名转歌的 前台中市议员黄英杰律师跟太太 还分别担任集团顾问跟代表 台中地检署 今天就依照违反银行法等罪嫌 将主嫌等7人起诉 今夜最新的报道来看到的是 为了评观光 高雄有几大商圈合力推高雄币 那么目前事半中的包括了 六合夜市 南华商圈 以及光华夜市 民众只要消费就能够回馈高雄币 当下就可以折底 而推动人之一就是前立法院长王津平 他就在今天晚间 也到了六合夜市主持启用典礼 原本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受邀参加 但是最后因为议会被群走不开 只能够临时缺席了 行政院长苏贞昌 开创接地气风格 内阁也跟进 透过脸书直播 试图跟民众拉近距离 像是科技部长陈良基 就报玩偶卖蒙谈政策 也谈到留任科技部的心情转折 而劳动部长许明春 则是自称阿春 开金赏高唱江会的名曲 看到各部会首长有新的改变 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也给予肯定 认为把政治沟通论述交给名嘴 交给网红 是专业政治人物的实质 但是也强调 网络只是平台最重要的还是内容 游轮旅游正夯 不过国外有民众搭游轮玩到嗨过头了 竟然擅自大玩甲板跳海 有一名27岁的美国男子 在巴哈马群岛外海 从游轮高30公尺的甲板上跳入大海 虽然幸运没有受伤 不过违反举动 违反了这个游轮安全的守则 当下被赶下船 还被游轮公司列为拒绝往来户 为您带来最新消息 台北看守所惊传死囚轻生 因为身于骗刀横砍父亲118刀 而被判处死刑确定的死囚陈玉安 积压在台北看守所至今已经9年了 就在下午大概2点左右 劝着管理员不注意 在牢房里面轻生 所方人员发现之后 紧急将他送医 但还是回天法术 回到许位现场来看到 骑车真的是要注意远离沙石车 有一名购物中心的女员工 上班尖峰时间 行经台北市和平东路 刚好他右手边有路边停车 正好起步 左手边一台砂石车通过 他疑似想要从中间的空隙赶快骑过去 却不小心倒地 就疑似因为那轮插死角 被砂石车撵过当场身亡 家属获报抵达现场 无法接受 气不成声 有登山客 爬山爬到休克 来看到54岁的林姓登山客 跟妻子结伴攀爬 宜兰的郊西乡圣母山庄 没想到突然身体不适 休克昏迷 警销人员到场时 人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而根据了解 林姓登山男子爬山经验丰富 疑似是因为心血管疾病 才会突然发病 送一急救还是回天罚术 为您插播最新消息 根据大陆新华社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确认 两架苏凯34战机 在今天上午 在日本海上空发生了碰撞事故 两机共三名飞行员 及时弹出驾驶舱 俄国军方派出军进 以及飞机前往搜救 其中两名飞行员 分别被发现在救生罚上 先后由直升机救起 而另外一名飞行员 也正在搜救当中 那么以上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欢迎回来 带您关注艺人余天夫妇的女儿 余婉琪在20号就要举办婚礼了 却爆出意外插曲 原来是因为李亚萍在节目上面爆料 说艺人绷恰恰包3600元的红包 被她退回去 这番话一出也立刻引来各界讨论 而绷恰恰更是po文 暴戏回复说 红包太少被退回 李道人不到 您嫌少那就对不起了 而事发之后呢 我们看到李亚萍也开记者会澄清 并不是嫌红包少 纯粹只是做节目笑梗 因为觉得私交不错才会开玩笑 那么对此 绷恰恰也回应说 没事没有放在心上 欢迎回来 外电话面带您来看到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被拍到 现身西雅图评价汉堡店 跟民众一起排队点餐 透过民众拍下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比尔盖茨身穿酒红色的上衣 双手插着口袋 目光直视前方 似乎在蹲详 接下来要吃什么 而网友把照片给po上了脸书 还称赞他说 这才是真正有钱人会有的行为 这张照片 目前已经获得了 一万七千多个赞 身价将近排币三兆的比尔盖茨 当天点了一个汉堡 一份薯条 外加一杯汽水 一共花了7.68美元 大约是台币240元 而根据了解 这家汉堡店 在当地就是以评价美味著称的 就连比尔盖茨也甘愿排队 网路上最近流行十年挑战 网友找出十年前照片 跟现在的自己比一比 美国演艺圈名人也纷纷加入 最新po出照片的 包括电影金发 游物女星瑞斯维斯棚 逆龄进化让网友大赞 另外安海瑟威 杰西卡比尔也被称赞是完胜十年前 变性名人凯特林·赞纳 也是分享了十年来的超大反差 新闻最后来看到 以色列的圣城耶路撒冷下雪了 对于很少看到雪景的当地居民来说 这场雪让他们相当兴奋 新闻最后也带您一块来看 也感谢这节的收看 我是有庭欢 稍后持续锁定台式新闻 晚安台湾